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請楊毅君教授上台講評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其實大家的表現都很不錯 因為是要抽題目 所以我想大家難免會比較緊張一點 不過針對大家今天在台上的演講 我就給一些建議 希望對大家以後來參加類似的比賽 能夠有所幫助 當然首先還是要講一下有關發音的部分 這部分跟昨天張教授提到的 有一點點重複 就是說我們在所謂的 有一點點重複的意思是 這三個音上面有時候在分辨上比較難 然後有時候好像發的會不太準 今天有一個題目是 International Etiquette 很多同學會念成 Etequate 或是 etiquette 那其實都不太對 那大家可以記住一個原則 在英文裡面 如果你在最後一個音節 它不是重音節 它雖然可能是A 但是很多時候它是發呃的音 那這部分可以稍微記一下 那再來的話 像Word World 有時候大家會有一點混淆 那因為World比較不好發 很多同學會把World 念成Word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來就是 在內容還有表現呈現的方式上 我想 因為今天的題目其實有的 其實還蠻大的 比較 範圍比較寬一點 可能大家要在準備上不是很好準備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比如說像International Etiquette 你要怎麼去定義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其實我想這樣 講國際禮儀可能會比較牽涉到 它背後的文化含義 差異還有一些價值觀的東西 所以這部分你可以再多做一些著墨這樣子 那如果說 還有就是說 盡量你的內容一定是跟你的主題 是要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個很重要 那接下來的話 我想那個例子也很重要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多給一些例子 在你呈現的內容的時候這樣子 那接下來在有一些題目上 比如說像 How to enhance your international mobility 這個部分我想 可能大家可以再多去思考 有哪些方法 那很多同學提到 比如說 可能參加一些國際的志工之類的 那也很不錯 但是我想可以去思考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面向 可以來增進我們同學們的 或是我們的一個國際動力這樣子 那接下來 還有一個題目是講 如何介紹台灣的特色 那我覺得基本上不要太 所以我會在 Focus在某一些特定的主題上 我想可以再多 多去深入探討 你覺得當你想到我們的這個國家台灣 你想到什麼 你覺得台灣這個國家最具特色 最引以為傲的是什麼 這部分你可以再去做深入一些探討這樣子 那接下來你在做開場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開場不要太長 你的開場稍微 可能在時間控制上 可以再稍微短一點點 就是說很快的給個開場 那很快進入主題 這樣子我們在聽 下面的觀眾在聽 會比較知道你在講些什麼 那接下來的話 我想在肢體語言上 因為我想大家都上台很緊張 所以有時候這個比較害怕一點 比較焦慮一點 那我想這部分可以再更自然一些 這樣會更好 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早安 各位先生 是一個很榮幸 是一個很榮幸 來分享一些我的意見 我用英語開場 是我想跟同學講第一個問題 就是Greetings 我想沒有幾組有很正確的跟大家問候 很多組同學好像都用中式的那種方式 你想我剛剛如果要用中式的問候開場 一開始就要先考慮 在場的最高階是誰 我是我們外交部的長官 還是教育部的長官 還是要跟我們的主辦校的校長問候 就要什麼某某長官 某某某科長 某某校長什麼什麼什麼 哇 講得沒完沒了 所以你是要用英文跟大家做一個演講 你要用英文的那種問候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一點應該很重要 我本來只是想提供你們一些意見做參考 後來想說你們很快的不到三幾天 又有晉級的同學 前六年同學就要去北部參加總決賽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打破 以前他們那種stereotype image 就是南部比較沒有那麼competitive 我希望你們能夠打破他們這樣的一種迷思 所以希望提供一些意見 提供你們在這三幾天趕快準備一下 也許你就可以奪魁 所以今天包括昨天兩位教授 跟剛剛那個楊老師給你們的意見 你們都應該列入參考 特別是晉級的同學 那沒有晉級的同學 沒關係 明年你還可以來嘛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活動 然後事實上那個台灣的處境很艱難 我想同學都知道 我先講那個就那個內容的部分 其實不管是speech或writing 我們都是要重視那個organization 剛剛那個楊老師已經講到 就是說你的那個topic要先出來 是的 那個speech跟那個writing都是一樣的 都需要一個goodorganization 首先你有個topic sentence 然後呢 supported by some details 所以那叫supporting detail 最後你有個conclusion 那有一些組的同學有注意到了 可是他們沒有真正的連貫 然後他們用那個好像一個主持人創場說 好 現在我下一個人要講什麼 有人有做到 有人沒有做到 好像大家各備各的 我想應該是準備時間不是很充分 所以大家很緊張 這是難免的 不過呢我還是真的要跟大家提醒的概念 你們只要有參加 就是很了不起了 而且你一定是你們學校的那個說 英文精英的是不是 那也對這個很有興趣 你花很多時間準備 也花很多的那個心血 可能還有金錢吧 我看你們那個昨天道具 有人就非常的講究 然後有一些人的那個 那種performance 那種那個效果呢 事實上已經很專業 所以我想很多人是可造資材 所以加以十日必能夠成為一個 社會上的精英 那我剛剛講過 台灣的處境很艱難 那你問那個外交部的那個 的那個長官 他們就很清楚 他們在駐外 還有教育部的他們有的有駐外 所以他要在當地 跟當地的官方 或者是其他的機構接觸的時候 他們首先是什麼 台灣的地位很特殊 然後還有中國大陸的 還有很多人對我們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們想要找你們當一些 外交小尖兵 所以你們要當他們這個 怎麼說 他們的一個利器是不是 因為他總不能去那邊 一天到晚就拿口號海 那個台灣好台灣沒有台灣 呱呱叫是不是 他能拿你們去做一個 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所以你們一定有機會 跟當地local的 也許是精英的學生 跟你們同年齡的學生接觸 所以首先我講昨天 那個外交部的科長就提到說 confidence 你一定要confidence 所以你不要想說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 其實蔡英勇總統有說 台灣有兩千多萬人口 其實不是小國家了 而且要打破一個迷思 不是國家越大越好 不然的話一想到說 大陸的北大清華 我還不要說那個大學 我說他們的明星高中 北京四中 我以前在那邊住過一陣子 北京四中的精英的學生 他們第一志願 並不是北大清華 是美國英國的名校 牛津劍橋 哈佛這些之類的 然後他說第二流的學生 才去港大 第三流才去北大清華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沒有這種confidence 就是說我們從台灣 這個小國家出來 這個小島出來 好像穩定不如人 其實不錯了 台灣有我們的軟實力 那我們有一個特殊的環境 就是台灣是一個 怎麼說呢 它是一個具有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 可是同學都沒有表達出來 也許你們對台灣這塊土地 也不是真的很了解 這個culture的主題又那麼的大 所以就像好幾位老師 好幾位教授都有提到 就是說你們那個topic太 narrow 想到那個台灣的特色 就只想到那個什麼呢 stinky tofu 還有什麼呢 permiel tea 還有什麼呢 oh piple cakes 事實上台灣這些東西 如果說人家不喜歡的話 你剛剛講的前面的三種 其實都是dangerous food 為什麼呢 都很容易致癌 前面三種 不然就是很容易毀容盛品 這三種東西 那個珍珠奶茶 跟臭豆腐致癌 是毫無疑問的 那那個piple cake 也是都有很有問題 所以呢 台灣的特色其實不在這裡 其實讓我想到說 我上學期剛去那個 比利子擔任 那個一個訪問學者 有個教育部 其實上我們是沉寂很多個 cultural lineage 或者heritage 所以你不可能避開這一部分 那也是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diversity 也就是我們的強項 所以你沒有刻意去忽略它 那你不可能不談說 confusionism OK Buddhism Taoism 還有現在的所謂的 那種外國文化 對我們的影響跟衝擊 所以呢 我有準備一份秘籍 給那個 給那個什麼 你們如果有興趣 可以跟公事主辦單位 他們要 那個秘籍是什麼 就是說 他在短短的幾頁裡面 把世界主要宗教的主要教義 跟他們的practice 都有做一個介紹 從遠古的宗教講起 從那個舊約時代講到Judicism Christianity 他兩個做比較 然後那個Islam也介紹 Buddhism介紹 只是他沒有給同學 confusionism 因為我想同學 對這方面的訊息比較多 只是你都沒有提到 那昨天有同學稍微提到一點宗教 結果講說 We Buddhists are vegetarian 然後後來不知道講什麼 Safood就出來了 那其實對我們 如果我在國外聽到 人家這樣介紹 台灣我可能會覺得 feels 那個humility 真的是 就是說你好像都是 那昨天更大的問題 其實因為我是做文化研究 我會比較注意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那個Orientalism 還有什麼 Self-Orientalization 什麼叫Orientalism 就是說西方人為了滿足 他們對東方的渴求 他們帶一個好奇心 然後呢 或在他們自己本位來解釋東方 那我們東方人呢 為了迎合他們的那個什麼呢 需要 然後呢 就是販賣東方味 讓他們消費 這個叫Self-Orientalization 結果呢 很不幸的 昨天好多組 兩樣毛病都犯了 然後所以呢 你們表面上好像是關切說 哎呀 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那個我們有很多誤解 事實上是不對的 可是事實上 你不知不覺就流出 我們的Sense of Superiority 有沒有 就是一個優越感 然後中國從古就是這樣 覺得自己是中國 對不對 天朝 那四周都是 然後呢 那個孔子也叫我什麼 遠人不虎則修 文德以來之 然後總覺得我們沒有什麼好跟人家討論的 那像這些我想 因為時間有限 你們也不過是一個高中生 所以可能對你們太苛求了 事實上很多大學老師 或者說是 我們說大學生 大學生研究生 或者社會上的很多人士 其實也沒辦法做到這一點 當然 因為你們要當外交小揭秘 我希望你們不要到時候 變成外交小殺手 或外交小惡魔 所以呢 這樣子毀了我們的那種 好 那個良好關係 所以你對什麼 你們也都知道說 這邊有一題 大家為什麼都抽到這個第四號 我都不曉得為什麼 上面是有人拗了一下牌子 還是怎麼樣 好像那個 怎麼大家抽到第四題 怎麼提升自己的國際移動能力 跟培養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 我想很多組都有提到一個 就是說 一定要communicated skills 就是英文 那因為我們的新南向政策國家 主要除了紐西蘭澳洲以外 其實菲律賓並不能嚴格說 是一個英語系國家 勉強算了 然後因為這幾個國家 我全部都有去過 除了紐西蘭以外 然後包括Vietnam 還有那些Kambodia 什麼什麼等等之類的國家 我全都去過了 其實這些新南向政的國家 很多是信佛教的 然後有回教的 所以我給同學密集 就是說你對這些 他們的那個什麼呢 宗教信仰要有一點了解 是因為它真的是會影響到 人們的 values 跟那個 behaviors 所以你對這些 他們的一個風俗習慣 文化價值等等 都沒有點認知 只是只知道說 哎呀就是回教徒就不吃豬肉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呢 所以美國他們後來 911以後 他們就發覺說自己太無知了 對Islam不夠了解 事實上也是不夠尊重 所以你們是想到說 哎 那個回教徒 女行生就是要戴頭巾 所以你就戲虐的模仿 潮仿他們 帶個頭巾這樣子 其實這樣都是 你們也都提到說要 respect 還有那個 sincerity 很多組都有提到這兩點 是的 所以這國際禮儀也是這樣子 也包括第二題國際禮儀 那國際禮儀除了就是說 我們一般認知的 不要pride into allest privacy ask personal question 等等等等 然後尊重對方感受 其實最主要是什麼呢 路徑隨俗 要了解對方的文化 所以除了有 Grobal Vision以外 你還要了解對方的那個 culture 這都是要做功課的 所以然後這才是具有 國際觀跟什麼 國際移動能力 那因為這一題的確是太難了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都覺得說不知道怎麼 interpret 它的內容 更何況是你們 所以呢 這我不怪你們 那最後我想 就什麼呢 提供最具體的 就是已經要進 已經晉級的那個這幾組 我希望你們能夠那個什麼 為南部的學校爭一口氣吧 擊敗北部的學校 如果本人預估沒有錯 至少有一組呢 可以進入到 全國前 六名 甚至呢 如果你再努力一下 也許呢 才有進入到前三名 才能夠有機會 跟我們外交部出訪這樣子 那其他沒有進去 今年沒有晉級 沒有關係 你明年還有機會 就是說你除了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補充了這些什麼呢 這些基本的那個文化的一些 背景知識 首先從台灣做起 你對台灣的了解恐怕也太少了吧 是不是 那昨天那個張教授 他有特別提供很慷慨說 你可以來聽他的課 我想那個大概很困難 除了你住在屏東以外 何不就要 等就要求張教授 然後線上去分享他的課程 趕快糾正一下那個發音 我發覺很多組的同學 也許你刻意要去模仿 nature speaker 所以呢 你就會有一些 角樓坐坐的那種 那種發音 反而正確的母音都沒有發好 譬如說 強母音、弱母音、長母音 跟短母音都沒有發好 好指音常常會省略掉這樣子 所以呢 那個像你看那個snake跟snacks 昨天他們就提出來 很不幸的 我們真的有在吃蛇肉 所以呢 也許你這樣會讓人家誤解 我們真的在吃蛇肉這樣子 好 那這個發音的確是一定要矯正 你不要以為這是小事情 因為對學者專家來說 人家一聽就知道 更何況 George裡面一定有nature speaker 他更敏銳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那是小細節 一點都不小細節 你想想看那個外國人 在學中文的時候 我們也很容易聽出他是外國人 為什麼呢 也是因為那個細緯的 那個發音的那個問題 或者是腔調的問題 所以人家聽我們講 英文也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同學能夠利用 這個很短的時間 趕緊的再怎麼說 再 improve 我想應該可以 所以我給同學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什麼呢 這35天在下一次決賽之前 尤其晉級的同學 請你不要再滑手機了好嗎 滑手機也只能滑我說的兩個網站 第一個叫 那個 Voice Tool 他每天都有update一些 那個show video 那裡面都還有字幕 而且你還可以操縱它 讓repeat 某一句這樣子 請你至少 這幾組同學 每天至少要聽一個 精讀 cross imitation 然後呢 就是至少每天強迫自己 看一個video 然後做cross imitation 然後第二個呢 是哪個網站呢 就是那個test speech 那個test speech 你們就可以學到proper manner OK for public speech 你就不用在那邊 很腳樓坐坐的那個 那種表演 我以前擔任那個演講比賽評審 我最怕那個學生 非常的dramatic 那你該dramatic不 dramatic 其實昨天那個表演 dramatic一點無所謂 因為你是在演戲 可是像那個public speech 我覺得今天沒有dramatic 是因為你太緊張了 而且你對你的 你要講的內容 也不是真的很了解 不然的話 哇塞 唱唱跳跳就出現了 不然就是那個什麼呢 那個非常戲劇化的那個 你看過哪個美國總統 有在那個對全國重要的test speech 哪個speaker會說 Good morning my honorable judges 有會這樣子嗎 應該沒有人這樣吧 所以呢 我希望同學看一下test speech 看看人家那些 他們通常是15到18分鐘 一個成功的人士 怎麼樣很動人的 分享他的live experiences 跟他所要講的內容 好 以上就是我的一個建議 謝謝 外交部那個林科長 還有我們左營高中的張儉校長 屏東女中的林校長 還有我們各位師長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非常榮幸代表教育部來宣布 外交小尖兵南區出賽的獲獎學校名單 我想在宣布之前 這個時候應該大家都非常期待跟很緊張的時刻 可是在宣布之前 我要特別感謝所有參賽的學校的師長們 對於學生們同學們在平常的英語教學上的一個努力跟用心 那同時至上最高的一個敬意 那另外也要謝謝左營高中的張儉校長 還有整個行政團隊的一個協助 提供我們這麼一個好的場地 以及各項天心的服務 讓我們的活動能夠順利圓滿的結束 這只謝謝整個的工作團隊的一個幫忙 那接下來我就要公佈我們這次入圍實名表現優良學校的名單 首先序號9號的 高雄市私立三性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接下來是序號11的 台南市私立南關高級中學 13號的實際學校財端法人 台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序號15號的嘉義市私立新華高級中學 17號的方濟會學校財端法人 台南市黎明高級中學 18號的台南市私立六姓高級中學 19號的台東縣私立育人高級中學 22號的台南市私立港名高級中學 24號的台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接下來是33號的中山學校財端法人 高雄市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那接下來公布6名入圍優勝學校名單 序號第10號的 新華學校財端法人 台南市新華高級中學 接下來是序號第14號的 嘉義市私立焦華高級中學 序號21號的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序號28號的私立私人五人高級中學 序號34號的文藻學校財端法人 文藻外語大學武專部 接下來是35號的 台南市私立德官高級中學 以上恭喜這六所學校 接下來我們就是12月16號 到公式進入決賽的一個錄影 選擇 任務 任務 任務